哈囉大家好,我是Luncar,歡迎觀看 今天晚上為大家介紹下一週即將登場的全新活動 那重要的活動一共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天選卡核即將登場了 第二個就是推出全新的通行證 那我們先從天選卡核開始為大家做介紹 這次天選卡核呢,就是大家之前投票的女團 那一共會出五張卡片 那二十抽就可以獲得這五張卡片了 在四月二十五號的時候會登場喔 那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暮屬性的 這個是Sigma的技能的復刻 那其實其他的也都是之前合作的絕版卡的一個技能復刻 像悲鳴呼就是復刻之前鬼滅的義勇的一個主動技能 他就是連隊長技能都一起復刻了喔,隊伍技能 所以如果說你之前沒有抽到義勇的朋友 那就可以抽這個悲鳴呼 他主動技能呢是CD7,可以擋死啦還原版面 這其實都是跟義勇一樣的技能喔 好,再來第二張是烏瑞亞 那他本身是復刻之前EVA合作的明日香 他可以轉出無數的強化珠 並且轉這個神竹竹 再來第三張是維珍妮亞 他是復刻之前的Sigma的技能 我覺得他是目前這五張裡面最大獎的一張 所以如果你要抽這次的卡核 是一定要抽到這張卡片的 好,那他這個CD4可以減傷 然後可以排珠 那如果你準備兩張的話 等於就是無限的排珠了 如果你有玩莉莉絲 或者是機械竹或木隊 都一定要有這張卡片喔 好,那再來是 呃,艾莉亞 他這個光人我覺得這張也是非常好用喔 CD6,他算是光人少數可以附加效果消除的卡片喔 我記得上一張是鮮水忍 就是很久之前的一個卡片 他最主要是這個附加效果消除好用 好,那這個 另外一個技能的話 則是可以這個追打 好,然後再來是最後一張 若打椅 暗腰 CD6,可以點選其中一種浮石 引爆 除了該浮石之外呢 兩回合可以將這個浮石的掉落率降至0 那這個也算是我覺得蠻實用的一張卡片 所以其實這是偶像的天熱卡盒呢 我覺得還蠻值得抽的 如果你沒有之前的一些合作卡片的話可以抽 好,那這次也推出了專屬於這個卡盒裡面的武裝龍科 這龍科可以讓大家免費獲得啦 他主要是這個系列都可以去裝喔 他常駐能力有三個 第一個可以直接延長轉租時間 第二個進場-CD2 第三個 召喚獸發動技能的時候可以自稱攻擊1.5倍 這大概是三個常駐能力 那當隊長的話 由於比較不實用就不介紹了 好,那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全新的卡片 有推出這個挑戰關卡 狂熱粉絲三人組 那這一次的主動技能 我覺得就相較普通一點 畢竟是免費卡 CD6有兩個技能選一個 那第一個技能是將光暗星變成水火木 並且消除說服食的話 就會讓自稱CD減塞 並且自稱進入三回合的亢奮狀態 那另外一個技能就只是差在 把水火木轉成光暗星 大概是這樣子喔 好,那再來就是第二個重頭戲啦 蛇魔的全新通行陣登場了 那這張卡片我個人覺得是蠻神的喔 它算是進階版本的斗M 它這個可以讓常駐減傷最高到40%喔 對於光人來講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常駐減傷卡 並且它可以隨時關閉喔 關閉的當下是可以將整版變成人族強化珠 那這個卡片呢 一樣要用這個通行陣來拿 那這個通行陣 如果說大家之前有玩過的話 就知道應該有這個豪華版跟普通版 那普通版就可以入手這個免費的 不過這次豪華版就多了兩個東西喔 第一個就是 它專屬的武裝龍科 第二個也就是這個 算是頭像裝飾 這個應該是裝在自己的畫面上的那個東西啦 好,那這次也會有這個造型喔 好,那這個武裝龍科我們來看一下喔 裝備上這個武裝龍科的卡片 必然增加轉救時間1秒 那並且進入關卡後 自身主動進行CD-1 同時消水跟光 自身攻擊在額外1.5倍 那這個是光人都可以去裝的喔 好,那隊長的話 就是可以減CD 然後減傷100% 大概是這個龍科的一個資訊 我們接下來是介紹一些免費的卡片喔 那這張卡片是朱莉 水魔族CD-6 無視年輔 並且無視燃燒 可以刷新護盾 隊長是魔族的話 將魔族成員的直行變成魔族符石 這張卡片算是少數免費可以直接刷新護盾的 所以建議大家是一定要入手這張卡片的 好,那再來是全線的雙周副本喔 那這張卡片是跟羈絆比較有關係的 那這看起來是跟之後的一些卡片有這個羈絆能力喔 好,它本身CD-7 可以引爆暗以及風化掉落木跟星 一回合內50年輔 將受符石兼具50%的木及星的效果 好,那如果說你隊伍中兩個種族的話 都會增加兩回合的效果 所以這張卡片還是建議刷一下喔 跟之後羈絆會有一個連動關係 好,那以上就是全新的情報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羈絆的情報 不用讓開啟下你的對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名字就接受您 那我是桑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